这里就是傅恒和尔晴的地宫 位置呢在天津济州 马申桥镇 这座地宫里埋葬的就是前两年火爆全网的 延喜攻略中 傅恒和他的老婆尔晴 在被盗之前呀 这里的规格呢仅次于皇家元寝 您看过延喜攻略吗 我要说一个颠覆您认知的事情 其实真是历史里面的傅恒的夫人呢 姓瓜尔嘉世 在傅恒心中的位置呀是非常重要的 可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还惦记着魏英洛 傅恒一生中呢只娶了瓜尔嘉世 一个老婆 他一生当中呀连个妾都没有那 瓜尔嘉世家族呀地位显赫 他的曾祖父呢是纳兰明珠 康熙朝的重臣 国父呀纳兰姓德 流传千古的著名词人写了 木兰茨 人生弱指如初见 就连他的妹妹呀都是乾隆皇帝的苏妃 所以说瓜尔嘉世呢 是正经八本的名门望族大家闺秀 人家给傅恒呀还生了四个孩子 分别是福陵安 福龙安 福康安 还有福昌安 这个傅恒啊在清朝时期呢 他们家的地位呀也非常的显赫 他的姐姐是乾隆皇帝最爱的孝贤纯皇后 傅恒的先祖呢曾追随努哈赤起兵 他的曾祖父呀是皇太极的义政大臣 他的祖父呢是康熙朝时期的义政大臣兼户部尚书 他的老爸呀也担任过总督 在雍正皇帝时期呀 这复衡的姐姐复查氏呢 被指控给了还是宝亲王的弘历为妻 也就是复查皇后 当时乾隆皇帝呀刚继位的时候呢 需要培养自己的势力 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开始提拔自己的小舅子复衡 让他担任了皇宫的侍卫 大家呀可不要小看这个侍卫 在当年普通人呢是绝对做不了的 必须是巴西中的上三旗才有资格去当侍卫的 升职的速度呀就像火箭一般 那么他当时呢做过军机大臣 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 乾隆皇帝呢曾多次派大军评判 最终都失败了 1748年复衡带兵取得了胜利 成功评判 当时乾隆皇帝呀非常的高兴 封他为一等中勇工 1755年又平定了准格尔 1769年复衡抵达了云南 这场战役呀并不顺利 他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划 准备呢分三路进军缅甸 他们出发的时候呀正是三月份 两军呢一直相识到11月份 这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 由于呢当地的气候呀比较潮湿 很多人都病倒了 复衡当时呢也生了病 最终缅甸派来一合 1769年11月16号双方签订了协议 历时四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那么到了1770年的时候呀 复衡回到了北京 由于他的病情加重 两个月以后呀就病逝了 中年50岁 死后呢就葬在了冀州 复衡在乾隆朝的时候呀 开疆阔土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如今呢他的家宗原寝呢 却只保存了一座三苦平桥 一道马草沟和地宫遗迹 其他建筑呀已经荡然无存 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